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探討一個非常有趣 同時也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話題 就是六四大屠殺的元凶鄧小平、李鵬等人 我們該不該給他塑造一個跪像 讓他永遠的跪在那裡,供世人唾棄 我上一篇論證的第139期 就講到了在美國的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 這兩個大城市的正中間的地方 距這兩個城市大概都是兩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有一個自由雕塑公園 在這個公園當中有一座巨大的六四紀念碑 這是在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日的前100天 也就是在2月23號,今年的2月23號才正式的揭幕 才剛剛好建成的 那麼這座紀念碑建成了以後呢 就引起了很多方面的關注 很多方面的注意,引起了一些爭論 我在那期節目當中啊 就介紹了這個雕塑公園和這個紀念碑的 它的來龍去脈 同時也駁斥了一些關於紀念六四的 關於這座紀念碑的不正當的 不正確的一些觀點,一些意見 當然了,我的觀點和意見呢 也會引起一些人的這個爭論 那其中的有一個觀點 那不僅僅是引起了這個五毛啊 這些這個反民主人士的中共的人的 他們的這個反對 也引起了我們的民主同道 他們這個爭論 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疑慮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關於這個六四的大屠殺的元凶 鄧小平、李鵬等人的樹像 跪像 跪在那裡的那個雕塑 該不該見的問題 一些網友呢 也跟我發來私信 說是不是要再考慮一下 這麼做呢 是不是合適 那麼這些朋友他們的觀點呢 是什麼樣的呢 五毛我就絕對不照顧他們的意見了 不照顧他們的感情 也不聽他們的意見了 但是這些民主同道 這些支持中國民主化的這些網友 他們的意見 我們還是要虛心的 要接納 要考慮 大家一定要仔細商討 最後形成共識了之後 才能夠進行 那我今天呢 就來先來講一講他們是什麼意見 他們為什麼會反對呢 那有一種觀點 就是說 現在在整個民主西方民主國家 大家都遵從的是普世價值 尊重的是人權 那這些獨裁者 這些屠夫名賊 他們呢 因為也是人 雖然做了壞事 但因為也是人 所以他們也是有人權的 因為他們是人 所以說我們呢 不應當對他們呢 進行示意的羞辱 所以建這個貴相呢 就是對他們呢 進行長久的 進行羞辱的 這是有備於 他們的人權的 有備於普世價值的 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個是中國式的思維 中國式的這個泄憤的方法 在現代的這個政治活動當中 是不可取的 那第三呢 是這兩個 或者是更多的這個貴相 讓他們在這個公園之內 和這個六四紀念碑啊 放在一起啊 顯得不太莊重 不太嚴肅 有行為異數的成分 有搞笑的成分 那主要是這三個理由 那我想呢 就跟所有的這些朋友 這些網友啊 大家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到底我們該不該給這些六四元兄 樹立這個貴相 今後呢 我也建議這個自由雕塑公園的這個理事會啊 他們在推特上面 在臉書上面 或者其他的這些互聯網平台上面 來發起一個公投活動 聽取所有網友的意見 好 那我就來講一講啊 那我個人關於這件事情的意見 我是支持 是贊成的 為什麼呢 先來講一講 這個人權的問題 土事價值的問題 我在西方啊 生活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那對這個地方的這個文化 政治文化 那還是有很多的了解 那麼據我的觀察 在西方社會啊 對老百姓的這個人權保障啊 確實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啊 在這邊的學校 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 他們跟中國一樣 每一學期都有期中考試 都有期末考試 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參加的 但是跟中國不一樣的是呢 他們所有的這些考試成績啊 全部都是保密的 只有這個小朋友和這個老師 他們心裡面清楚 其他的這些同輩的啊 同班的同學 大家相互之間 都是不知道成績的 為什麼呢 要保護這些小朋友 尤其是那些學習成績 不太好的這些小朋友 保護他們的心靈 這是他們的人權 他們的成績再差 他們在全班是墊底的 那麼他們也有自己的尊嚴 他們也不應當受到同輩的壓力 這就是西方保護人權的 他們的無微不至的地方 我們在中國上學的時候啊 哪裡有這種啊 那些老師跟西方這些老師比起來啊 那簡直就是暴君 你考考試考得不好了 他要當眾羞辱你啊 你如果是在全班墊底了 要把你拉出去發戰啊 每一次考試之後 要出一個成績榜 那些啊 成績不好的那些同學 就排在最後墊底 對那些幼小的心靈 確實是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啊 那我呢 那個時候啊 以前小時候 也不是一直成績都很好啊 大部分時間成績是不好的 只是到了最重要的考試的時候 才拼命學一下 所以那個時候啊 也是經常墊底 經常受到羞辱的 對此啊 我是深有感觸 這是一個例子 但是呢 也有相反的例子 就是在西方社會啊 對那些位高權重 掌握巨大的公權力的這些人 好像是有另外不同的標準 對他們呢 對他們的面子 對他們的尊嚴 對他們的榮譽 好像是人人得而足之 人人得而公之 只要抓到一點點小的毛病 大家就會啊 大造聲勢 對他們呢 大家踏乏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我現在來給大家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啊 上了這個年紀的朋友啊 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朋友 一定有印象 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啊 在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 有一單呢 這個公案 就是克林頓和萊文斯基 偷情的這個公案 克林頓那個時候啊 是美國的總統 那他和這個白宮的一個見習生 一個小女生啊 兩個人啊 在那個白宮裡面呢 就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男女苟妾之事啊 做了這些事情之後呢 後來又暴露了一些蛛絲馬跡出來 那麼這些媒體啊 還有其他的這些政黨啊 還有大量的公眾啊 大家都捲入了 大家都來探究這個問題 最後啊 就發現了啊 他跟萊文斯基啊 真是有一腿 那麼這個時候呢 大家有沒有考慮到他的人權呢 本來這是他的私生活嘛 沒有 大家拼命的深挖啊 把這個故事啊 所有的細節都要弄出來 比如說什麼 他這個 萊文斯基抽血家呀 克林頓怎麼樣怎麼樣啊 拉列門的事情 事無巨細 全部都弄出來 不僅僅如此 不僅僅是發覺真相 而且呢 還要啊 在言論上面 在輿論上面啊 對克林頓啊 大肆地進行攻擊啊 進行啊 這個羞辱 進行嘲笑 那個時候啊 持續了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我那個時候啊 這個剛剛到加拿大不久啊 那時候英語呢 口語上面呢 還沒過關 所以還要繼續學 那麼怎麼學呢 我就當時呢 就每天呢 就追 那有一個啊 脫口秀的一個主持人 叫做Jane Leno 口才非常好 笑話年篇 這個很會啊 很幽默啊 很會講笑話 我就看他的節目 在那個兩年當中啊 他幾乎就是不間斷的 耳實不常 有任何機會 逮著了 就要說一說克林頓的事情 把觀眾給逗笑 你說那個克林頓呢 他作為被嘲笑的對象 他是不是受傷害啊 一定受傷害的 我要是他 要其他的人要是他 真是頂不住了 早就自殺了事了 但是這些媒體人 這些脫口秀的這些孝心 他們放手了沒有 沒有 窮追猛打 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國家 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朋友 大家設想一下 這些媒體人 這些啊 娛樂界的明星 如果他們發現另外一個公民啊 美國公民 普通人 他們的鄰居 有出軌的行為 做了一些男女苟竊 不可描述之事 他們敢不敢去深挖 去探究啊 然後把這些材料公之於眾呢 當然不敢 給他們一百個膽 他們都不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如果這樣做 一定會被人告上法庭 說他們侵犯隱私權 損害民喻權 他們不僅僅是要丟工作 而且要遭到整個社會的群起而公之 人家一個普通老百姓 犯一些小的錯誤 私生活方面的錯誤 你有什麼權利 那是他們私人的事物 由他們自己去解決 社會大眾公眾沒有權利去評論 這就是西方在普世價值啊 在人權方面 對待那些位高權重的人 和對待普通公民的雙重標準 對有權利的人 你的權利越大 那麼你受到的批評 你受到的監督就越多 你的榮譽越高 那麼對你名譽權的保護就越少 這些公眾人物在輿論面前 在媒體面前 在社會大眾的評判面前 幾乎是不設防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這也是關係到普世價值 另外一個普世價值 另外一個人權 就是平等權 克林頓他已經是美國總統了 他出行的時候 他有保鏢 一大群保鏢隨行 他去其他國家訪問 坐著空軍一號價值幾億美金 他一場演講 可以得到上百萬美金的回報 他有錢 他有權 他有影響世界的能力 那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 怎麼能和他平等呢 但是我告訴大家 雖然他在工作上 他在生活上 他在物質上 享有很多的特權 但是呢 他有一項權利 普通的美國公民 每個人都享有 而他呢 不享有 這就平等了嘛 那就是個人名譽的這種權利啊 他是任由人評判的 哪怕你做得好 人家都可以批評你 更何況你會犯錯誤 你會做得不好 所以說呢 用這種雙重標準 這對普通老百姓呢 有保護作用 同時呢 對那些大人物 對那些掌握權利的人 那麼對他們呢 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你如果沒有在言論和行動上面的 這個自制力 你如果連自己的 褲襠都管不好 拉鍊都拉不緊 那麼 你怎麼會 怎麼有資格 去管理一個國家 怎麼有資格 為疾異人的一個國家呀 為他們在做出決策的時候 你能夠審慎 你能夠自治呢 你能夠不憑著自己的情欲 不憑著自己的性質來辦事呢 所以說對他們提出高標準言要求 那當然 在這個操作理性上面 那是合理的 實踐理性上面是合理的 而且呢 在道德上面也是合理的 道德上面的合理性就是要求平等 這樣的話 普通人就和美國總統啊 就平等了 你想有的特權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所想有的那些權利 你也沒有 這就是雙重標準 它的合理性 那有些朋友告訴我說 你看看美國這麼大一個國家 居然找不到一座貴像 為什麼呢 難道因為美國沒有壞人嗎 美國掌權的人難道都是聖人嗎 不是的 是因為他們不想用這種方法 這種人生羞辱侮辱的方法呀 來懲罰這些作惡者 那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看法 美國之所以沒有一座貴像 是因為首先 美國人民非常強大 在國內的那些作惡者 他們不會讓他登上高位 他們會用沒有登上高位的那些人 他們有的是方法來處理他們 他們有的是法制、法律這種方法來懲罰他們 那些殺人犯 當然就會被關進監獄 當然就會被托上墊椅 會被急刑處死 或者是終身監禁 讓他們生不如死 這就是美國人對待那些普通的 惡人的 老百姓中的惡人的這些方法 那麼位高權重的那些人呢 美國的這一套機制 他們根本就不會選上那些最大惡極的人 成為最高領袖 成為掌握巨大權力的人 因為這一套機制層層篩選 一個人呢 當你一輩子都在儘言盛行 都在約束自己的時候 那麼你才有機會被選上 一旦選上之後 你怎麼可能改變呢 怎麼可能突然就改變呢 更何況你選上了之後 還有層層的監督 還有眾人的監督 還有輿論的監督 你也沒有機會來做壞事 在這種情況下呢 那些掌握巨大權力的人 他們身上可能還會有小惡 但是呢 絕對不敢做大惡 所以說不需要給他們訴貴相 這是第一個原因 美國人民很強大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美國很強大 因為這裡人民強大 他們塑造了一個強大的國家 美國在國內沒有 這個壞事做盡的這種大的惡人 掌握權力的大惡人 在海外呢 在全世界呢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敵人 蘇聯是他們的敵人 共產主義中國是他們的敵人 希特勒德國是他們的敵人 但是因為美國很強大 所以說他憑藉他的強大的實力 政治的外交的 尤其是軍事的實力 他能解決到這些敵人 希特勒德國被他們解決了 蘇聯被他們解決了 中共現在正在被他們解決 所以說他們不需要用這樣一種方法 用這種人生羞辱的方法 來對待那些他們在海外的敵人 在世界上的敵人 他們用肉體消滅的方法 用政治上打倒的方法 來去承辦那些敵人 不需要輸貴相 貴相呢 是弱者的一個武器 是弱者的權力 是普通的老百姓 在專制集權的暴政之下 沒有辦法聲援 沒有辦法 沒有更好的辦法 來打擊他們的 統治他們的這些獨裁者的 這個時候他們說 這個運用的一個武器 他不僅僅是中國人所特有的 其他的任何全世界任何民族的 他們只要是和中國人處在相同境遇的 他們都會有這種想法 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想像力的話 有足夠的藝術天分的話 他們就會發展出這套想法 我記得在捷克當年也曾經是被 共產主義勢力統治過的一個國家 他們被解放之後 那裡的老百姓就建了一座紀念館 裡面又擺放著很多的這些獨裁者的跪像 而且都是讓他們光屁股跪著的 因為那些獨裁者曾經蹂躏過那個國家 曾經危害過這個國家 曾經危害過其他世界上跟捷克人民相似的人民 所以說而那些人他們又沒有得到懲罰 所以說捷克人民要懲罰他們 要用這種方式讓他們一湊萬年 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獨裁者 你即使是逃得過懲罰 你即使是壽終正秦 但是歷史一定不會忘記你們 後世絕對不會忘記你們 你們將永遠被盯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中國最有名的這個跪像就是秦慧的夫婦的跪像 他們這兩個跪像在過去的八九百年之間 一直跪在岳飛的墓前 就是在杭州西湖邊上那個岳武墓王的墓前 成為當地的一個景點 大家想一想秦慧在世的時候 那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啊 他是當朝宰相 那個時候宰相他這個在宋朝 那是有巨大權力的 他掌握意識形態 他也掌握這個國家的這個暴力機構 連岳飛這樣的大將軍都能夠被他給輕鬆的幹掉 他也掌握巨大的財富 他可以調動國庫的錢 他也有巨大的話語權 那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 靠什麼來制約他呢? 手段極其少啊 選擇很少啊 後來 秦慧死了之後 岳飛被平反了之後 大家心裡面那股氣 根本消不了 那麼就用這種方法 來給自己解氣 同時呢 用這種方法 來懲罰秦慧 用這種方法 來告誡後世 那些想作惡的那些統治者 那些獨裁者 你們看一看秦慧的下場 你們就知道 公道志在人心 你們的作惡 絕對不會被遺忘 而你們呢 將永遠永遠的 刻上在你們的這個家族 在你們的後代身上 刻上恥辱的印記 大概在秦慧以後 好幾百年 七八百年之後啊 有一個乾隆年間 有一個大學士 狀元叫做秦大士 他在參觀這個西湖的時候啊 就遊覽了這個地方 他就聽了兩句詩 他說人從宋後無名慧 我到此間愧姓秦 就是說從宋朝以後啊 就沒有人敢用慧這個字啊 來給自己取名字了 他說我到這裡來啊 我因為是姓秦 我內心裡面呢 都感覺到還有一點羞愧 這就是民間輿論的力量 這就是啊 用跪向他所激發出來的 那種強大的影響輿論的能力 一直可以持續幾百年 當人民處於弱勢的時候 當他們反抗暴政 反抗這些獨裁統治者 這些作惡者 手段極其有限的時候 跪向是其中的 一種強有力的手段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中國人民的處境 難道比秦慧的這個 在世時候的那個宋朝好很多嗎 不會 只有更差 現在中共 他們也掌握武裝 他們也運用武裝屠殺人民 六四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他們掌握巨大的金錢 他們壟斷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他們養肥了他們各大家族 這些權貴家族 而普通的人呢 為住房 為上學 為養老 為醫療 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比宋朝的老百姓 生活的狀況更差 現在的司法 比宋朝不是更黑暗嗎 現在捐印裡面 關著多少冤獄被冤枉的犯人 那現在上百萬的維吾爾人 被他們關進了集中營 被當作恐怖分子來對待 現在無數的藏人 在求告無門 在絕望的心情之下 一百多名藏人自焚 還有幾十萬的藏人 現在被關在監獄裡面 這個國家難道比宋朝的時候更好嗎 我們人民靠什麼 來告誡 來警告 來打擊 那些壓迫者 那些獨裁者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反抗 我們都不算過分 更何況一個貴相 所以這樣 當我們武器極少的時候 貴相是一個武器 我們一定要用起來 更何況 更何況啊 這個貴相還有巨大的 現實政治的意義 大家知道 現在中共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危機 現在啊 街頭革命 顏色革命 極有可能在近期就會爆發 那麼 當民眾 手無寸鐵的民眾 走上街頭之後 那些獨裁者 習近平和他的那些親信 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 是什麼呢 就是動用武力進行鎮壓呀 就像當年 鄧小平 他產生這個念頭一樣 中共 他們這些領導人裡面 都有紅色基因的 這個紅色基因的一個特徵 就是嗜血 就是殘暴 就是屠殺 當他們看見人民反抗的時候 第一個概念 第一個想法 就是屠殺 這是他們的本能 怎麼樣制止他們的本能 怎麼樣約束他們的這種想法 怎麼樣讓中共統治集團的那些人呢 能夠感覺到我們不能夠隨意做惡 當然了 民意影響了中下層的軍心 這是一種方法 用民意影響軍心 用民變促成兵變 這是最主導的方法 但是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手段全部都用上 要對中共的統治集團的人呢 要分化他們 要挖解他們 要打擊他們的士氣 要讓他們感覺到 天地之間有各種各樣的力量 在約束他們 要讓他們感覺到 不能夠隨意做惡 否則的話 歷史不會饒過他們 全世界都在看著他們 子子孫孫的後輩都在看著他們 讓他們感覺到這種巨大的心理壓力 所以說 跪下 一定要 這是對未來 民主革命 街頭革命 顏色革命 一個最好的禮物 一個最好的 一個預言 這是對未來 保護人民的 所有的這些 有用的方法之中 其中的一種有用的方法 一定要用 好 那理論探討啊 現在到時結束 現在呢 我就是是我崇利明先生和原鄉居士的委託 來跟大家談一談 怎麼樣 大家合力共建這個自由雕塑公園 現在這個自由雕塑公園呢 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管理架構 和這個運作的程序 首先是管理架構 當初的時候啊 有四個理事 現在呢 擴展到十四位 十四位呢 就包括這個十四位民運人士 還有幾個民運團體 那麼這十四個個人和團體 大家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決策階層 形成了一個管理階層 專門管理這個自由雕塑公園的這個項目 那麼當十四個這個理事啊 大家形成合議 共同同意的時候啊 大家就來共同為這某一個項目 某一個雕塑項目 或者其他的基建項目啊 來籌集資金啊 來呀 這個招募義工 那同時呢 自己也要親理親為 那當如果是某一個項目 只是某一個團隊 或者是某一個個人 他提出來的啊 大家其他的人呢 不願意承擔責任 但是只要他和這個 自由雕塑公園的這個主題 是相容的 是對中國民主運動 是有促進作用的 那麼大家呢 都可以贊同 都可以啊 這個容許那個項目 在同時在那個 自由雕塑公園裡面呢 進行 因為自由雕塑公園是非常大的 是三十六英姆 和中國姆呢 是二百多姆 地域是非常大的 那麼裡面呢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動 那麼當只有一個團隊 或者是一個人呢 願意承擔 某一項項目的 這個時候啊 那麼他就要自己去籌款 自己去招募義工 比如說我們現在 全民共振團隊啊 由原鄉居士來領頭 他想在那個地方啊 我們想在那個地方 建立一個公民大契約的約會 就是世界各地的 你們如果是想在這個契約 參與這個契約的 就把自己的這個參與的這個決策書啊 就投到這個約櫃裡面 這個約櫃啊 是完全封閉的 不到中國民主建成 是不會打開的 這是大家一個共同的約定 但是這個約定啊 這個大契約的 它的內容是公開的 是大家經過這個討論之後 大家形成的一個共識 這個約櫃呢 就是我們全民共振的一個項目 就是由原鄉居士來主持的 來一個項目 如果是大家要支持整個的自由雕塑公園 那麼就捐款給這個自由雕塑公園 這個他的這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啊 是由14位理事來共同管轄的 同時呢 有一位律師來監督的 是完全按照美國的法律 按照美國的公益基金的這個法律 來運作的 同時呢 這些公益基金每年呢 他有相當程度的這個免稅額 所以說呢 是一個完全規範的正常的這個基金會 那麼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 他也提出來了啊 他說這個 因為14個理事啊 裡面呢 他不是都認識 不是每個人都信任 他不願意讓自己捐款的信息啊 讓這麼多的人知道 那麼你就信任其中的任何一位 你就讓他知道就好了 由他來代收 然後由他呢 來把資金呢 轉進這個基金會裡面 同時呢 全民共證的這個項目 你說我只支持這一個項目 那麼你就可以把這個資金呢 就可以捐獻給全民共證的這一個項目上面指明的啊 只是捐獻給這一個項目 那麼同時呢 昨天呢 元祥居士也在他的這個個人頻道上面發了信息了 他願意以他個人的名義來擔保 有一些朋友啊 他不願意讓信息啊 把自己的銀行的信息啊 讓所有的理事 讓14個理事知道的 他元祥居士以他個人名義擔保 說你們可以把錢呢 通過我這裡啊 先中轉 然後呢 進入基金會的這個 自然雕塑 自由雕塑公園基金會的這個賬戶裡面 那今天呢 我等一會兒 我就把他們這個 自由雕塑公園的和這個聯繫方式 和李源的聯繫方式 也就是元祥居士的聯繫方式 來告訴大家 需要這個願意捐款的朋友 願意共襄盛舉的朋友 那給他們去捐款 那麼同時呢 更重要的 我們也要招募義工 僅僅靠錢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如果是做一個雕塑啊 不是大家這個雕塑家成為明先生 和其他的 將來在這個入伙的這些藝術家 還有大量的義工 大家一起來勞作 那麼全靠商業運作的 那是需要花費巨大的金錢的 像做六四紀念碑 這麼一個大型的建築 或者是啊 叫劉旺洋同向 那不是幾千塊錢 這個兩三萬塊錢 就能解決的事情 那可能是動輒 就是十萬八萬 甚至是幾十萬上百萬的這樣的費用 而我們呢 現在要節省每一分錢 為了中國民主運動 來節省每一分錢 所以說我們需要大量的義工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錢省下來 那麼這些義工呢 還有另外一個一個工作的項目 就是啊 守衛那個自由雕塑公園 自從六四這個紀念碑樹立起來之後 那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同時呢也引起了中共相當大的恐懼 他們不希望所有的人呢 經過這條路上面的人 都看見這兩個這個巨大的紀念碑 那他們不希望六四的記憶 重新在中國人中間呢 重新呢 不限 不能讓啊六四在中這個信息啊 在中國在廣泛的傳揚 所以說他們搞破壞 是遲早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需要啊 一年四季七天二十四小時 長期的都有人守衛在這個地方 那麼現在有一位民主同道啊 他捐獻了一個啊 價值一萬多美金兩萬美金的一個活動房屋 那麼其中可以住兩三個人 現在呢正在打緊啊 這個解決水源的問題 正在啊 這個牽電線啊 解決這個電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解決那個地方啊 就可以住人了 還是比較舒適的 住在那裡 守衛那個地方 這是需要義工來完成的 那自由雕塑公園 沒有這樣的錢呢 來專門的請人啊 來看守 而我們希望呢 全國各地 甚至全世界各地的 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朋友啊 支持這個 自由雕塑公園項目的朋友 大家都來排期 來當這個原地的義工 哪怕你只有啊 兩三天的時間 你也來排一個期 哪怕只有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的時間 也來排個期 我們需要這個地方 需要人看守 那麼所有的這些義工 所有的這個服務啊 超過一個月的義工 或者是捐款超過200美金的啊 這個義工啊 這個這個捐款人啊 成為民先生說 你們都有這個啊 將來上這個自由雕塑公園的紀念碑 他每年呢 要把這些為自由雕塑公園做出過 比較大的貢獻的這些 朋友要把他們的名字啊 刻在這個功德碑上 讓他和這個公園一起 永遠的流傳下去 所有的出過利的 出過錢的這些朋友啊 將來你們看見這個功德碑的時候啊 你們看見這個自由雕塑公園的時候 你們看見這個六四紀念碑 在這裡矗立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告訴你們的子孫後代 你們可以自豪的說 這裡面有我的一份 中國的民族有我的一份 好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 那麼具體的那些信息 我等一會兒在我這個視頻底下 我會公佈 聯繫的方法我會公佈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 movimiento 然後就iona 壓一下 我不知道 用力�� 消毒 手指 不ivery 出過 在這放速 kot